今天呢我要在路上路访几位开车和骑机车的一些路人 然后问一下他们对台湾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看法 因为最近呢发生的事情特别多 以至于就是前几天有一个外籍的人士 他的小孩也被撞死 妻子也被撞死 仅仅是因为有一个巴士就是在管的时候 他说是有死角吗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 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说就第一次 然后在台湾发生了很多次 虽然大家都说是好像很痛心 然后说完之后下一个案件又开始发生 为什么呢 习以为常真的不是一些好习惯 有很多人说 我都习惯了在说案件的时候 自己再有没有遵守呢 那大家都说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个习惯真的不是很好 然后台湾呢现在是慢慢被国际上看见 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不改变 我觉得可能在国际上还是有一个 会拉着把形象拉低一点的我觉得 所以我现在来问问大家是怎么看的 我希望大家能重视这一点 交通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你是骑机车的吗 请问 我骑机车的 那也偶尔会开车 但是我其实不太敢在台湾开车 因为在台湾开车的话 你要注意的机车 或者说行动炸弹其实很多 也包含三宝啊 或者一些电动车 有一些老人家 也有一些老人家 他们可能比较不遵守交通规则啦 那还有就是在台湾 其实你开车的话 在路边其实其他的汽车 在路边临停 或者是他可能都会占用到 慢车道的部分 那其实你一旦这些汽车停在慢车道 或者是围停的时候 机车你就要开始往快车道这边来冲过来 那这样切进来 其实也会造成很多的死角 所以其实我觉得问题还是在于人 因为台湾的路其实基本上是OK的 但是问题还是在于人 都会贪一时方便 而把汽车会临停在路边 然后就大家也都好像就是觉得 啊这样就过了 所以就忽略了安全的重要 那像这次的公车 的那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也许驾驶真的有一开始有点分心 没有看到人 但是那不应该是理由 因为他在过那个路口的时候 本来就应该要稍微停下来 看到确定没有人他才走 那在国外他们在大的路口 其实都有一个stop sign 就是有一个停下来 完全停下来才可以走 但是在台湾是没有这样子的设计 所以每年就会很多人 因为这样被撞到 这位先生 你是开车的是不是 都有 都有 就是你平常开车比较多一点 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个路况上 就是这个 台湾的这个交通 以你开车的一个经验 你觉得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觉得其实 台湾人是第一个要锁法 就是慢 在国外开车都是很慢的 那其实基本上台湾有一个没有办法解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会想到说 台湾的都是怪政府说 我们的不管是什么政府这个没有立场 那有一些地方他根本就是没办法解决的 那台湾有一个状况就是机车多 那国外机车少 很多人就拿意大利来比 拿日本来比 我们台湾很多人很喜欢拿日本来比 但是问题是台湾他的交通本质 基本上跟国外的这些本质不太一样 只有减少机车量 你才能趋近于跟国外的交通状况一样 因为国外就没那么多机车 那所以其实台湾人开车也是会有遇到一些难处 因为很多车子 很多摩托车 所以呢 基本上我觉得说 它是有一点难解的地方 但是我们台湾人仅能做到的就是尽量慢 然后守法 我觉得就是那个案件发生 他那个公交就左拐的时候 他说是死角 我自己个人看来 如果是在路口的时候 只要是说他放慢速度或者暂停一下 为什么这里的就是车 为什么要跟绿灯 就是行人行走的时候 车是同时要可以拐的呢 他怎么会这样的设计了 台湾现在提倡行人优先 可是只有学到半套 那日本的话呢 大部分如果说人比较多的交叉路口 如果说我今天要右转 我会先离让行人 或者是说 他把行人和汽车的绿灯分为两段 就是大家都不能走 然后呢 先让行人先走 因为先 他台湾现在还会有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行人和汽车一同绿灯 结果 结果 车子他是要右转 他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行人慢慢走 没有错 我们不能赶他 这个是路权 但是呢 不赶他的状况之下 是所有的车子就全部就塞着 全部就塞着 因为等着要右转 对那可能 等完了之后呢 行人走完之后又有红灯了 但是日本他有一些状况 他是把行人的绿灯和汽车的绿灯 分开 因为我在台湾也住了有两个月 就是我每次坐斑马线的时候 这边的车他就总会拐过来 我必须挥手一下 然后暂停我才可以过 有的车他是会停一下 但是有的车 他就真的很 就很速度会很快 还有我在路上还遇到一些 就是当你在开车 开车的时候 有一些老人 他骑自行车 红灯 就是绿灯 就是绿灯 在前行的时候 他完全无视于任何车 就这样直接穿过去 我说 有人说这里有三宝说 移动神堵牌 移动什么 神堵牌 神堵牌 当然了 这个要是出事情 你说是怨谁 我说了这个交通 真的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的事情 那我看有一些人 都是开车的人 觉得机车太快 或者是太乱闯 那说七星车的会乱走 然后呢 这个行人呢 又觉得 机车跟开车的 又怨他们 就是互相埋怨 其实我觉得 如果是大家都是 都遵守一点 汽车先让人过 机车也慢一点 我们都是要互相遵守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 这样自己都约束自己的话 是不是交通就会改变一些 你觉得呢 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是 台湾长久以来 大家开车比较没有耐心 没有耐心 都忙什么呢 我看过他们说 一旦什么就在后座上 拿那个网球拍 是吧 棒球 棒球棒 都在路上抢什么招什么挤 我就想说这个 这里按喇叭的不是很多 但是有 也有 就是为什么 平常人都很好 一到开车 一上车 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了呢 为什么 都在挤什么 对啊 就是其实台湾的生活步调很慢 唯有开车这个部分 比较没有耐心 那我要去哪 我就是要赶快要去哪 但是早一点到 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就是开车就是要快 那其实我觉得 慢慢该改善的是 我们就是 开车心平静气 但是我说 你要说台湾人 他就是一上车 他没有 他没有耐心 但是我发现 排队买吃的 一排排好几个小时 都很有耐心 把这个转过来不可以吗 我觉得你们排 这个 这一方面遵守 全用在吃上 是不是 对啊 其实像之前 我有听一些网红 他会去批评台南的交通 批评台南 但是这个交通 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 你知道你在 台南因为它是有的路况 它不是像这么宽啊 设计上也有 反正是 我觉得每个城市 它不一样 但是你在交通上 如果说是在 外人来看的话 他不可能说是你 我跟你说 你哪个城市 你就是台湾 整个台湾 你要提升的是 整个台湾 改善的是整个台湾 不是每个 哪一个城市好一点 哪一个城市差一点 外人看 像我们在外面的话 我说啊 台湾怎样 台湾交通差 那别人提起来 就是台湾交通差 不是说哎 高雄好一点呢 那个好一点呢 不是 它整体的印象 是整体的一个印象 所以不要说 哎 我们城市比你好一点 你们城市差一点 我们这里宽一点 你们那里差一点 那就完了 这样的话 怎么改善 是不是 对 它之前 它会 这个也是一个 出来的一个论调 就是说 台南 大家都不遵守交通规则 然后呢 郭华街 是 为什么不开城 人行徒步区 怎么样怎么样 讲很多 我和郭华 郭华街 我有过去 人还挺多的 那条路上好像 汽车倒是没有 没有很多走的 机车是有 但是这个问题 不是光在台南遇到的 虽然我只是在这里 住了两个月 但是不是光是 那个地方 台中我也去过 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有 我觉得 我目前为止 到了 我是现在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其实每个城市 都有几条路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要改善的是整体 我们台湾是整体的 不是说就一个 两个三个的事情 要想改变 别人的固板印象 这个交通 天天是说 天天说 天天说 到底真的有没有重视呢 街楼不能走 然后人行道都没有 就是你哪怕是设计成 很小的一个人行道 我觉得能让一个人通过也好 我觉得对起码 你能感觉安全 因为我是外来的 你看我感受都很深 有的人说是习惯了 你这个习惯太可怕 一不小心就致命 但是机车的冲击很大 对你的影响很大嘛 机车 对 因为其实我要讲的 其实不是谁的错 因为我也有机车 但是台湾它的问题是 机车就是比别的国家多 超多 那现在如果说 像之前看到说 人家在话说 台北的人行道 比方巷子的人行道 被机车阁站住了 好 那我今天要画一个完整的人行道 我这些机车要停去哪 好那停去哪呢 你要停得很远再走到这边 台湾人要吗 台湾人的个性不要啊 我今天骑机车 我就是马上下来 我就是要去哪 你还要我停个机车 再走5到10分钟 台湾人不会啊 对 它其实 不是说我们骑机车有什么错 而是说我们台湾真的骑车太多 它会有一个任何政府 不管什么政府都没有办法解的问题 因为它就是本质就是这样啊 你说无解了 我都无话可说了怎么办呢 它只能 人尽量遵守 然后呢 规划呢 无解 因为机车太多 你到日本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你到日本就没机车啊 能改善的就是我们本身 交通素养 交通素养 个人约束自己 对 像我开车也是都会先让行人先走 因为我转过去也是红灯啊 那我快什么呢 对不对 他这位先生 他是说无解了 觉得机车这个问题 你有什么想 说的是包含 已经都包 概括了 他觉得是无解的 无救的 没有办法的 你说怎么看 我是认同 但是呢 最主要 我是觉得了 我们的政府了 还有我们自己的百姓啊 真的都要努力了 因为 我们标榜说 我们是一个民主 国家 然后我们的民主法治 所以机车也很民主的到处走 是不是这意思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百姓对待 民主素养跟法治的那个守法行为 都不够 都还要继续加强 然后我们中央政府对于 交通部啦 就是说交通部不要提到中央 交通部跟地方的政府 对于道路的规划 也要努力加油 你知道吗 我觉得都是要互相加油 不能是一方面 一方面永远解决不了 最重要的 这个交通裁法 太轻 尤其是那个酒驾的 最要命 最可恶 我们都轻轻带过啊 酒驾不是被抓吗 判 判陪都少少的 然后他还没法院还没有判决下来 他就先把那个财产给移走了 其实像在日本呢 你一旦发生了这种酒驾 法院自动就把你的 你个人的财产先冻结了 看你怎么跑 你一辈子都跑不掉 你懂吗 那我们台湾有些法律真的是 该重罚不重罚 这个是司法改革的问题 民进党司法改革 你要做到 加油 现在不光是这些 那些大车也很可怕 大车比我看见 我觉得那些大车 都是真的像猛虎下山 就是那些装水泥的车 或者是建筑车 还有公交车 我觉得我看见的 反正都超快 拐弯的时候 完全不会减速 以前我有听说就是 大车如果真的不小心出车祸了 他们是不会停的 他会直接过去 因为我撞死人 我是赔那笔钱 我如果撞伤人 我是要负担对方一辈子的医疗 所以他们应该撞死 对 我赔个几百万就好了 太可怕 我赔个是他们公司赔 还不是个人 是啊 所以他们会很凶的 就直接过去 他们不会说像我们一般的 汽机车 马上停下来 马上叫警察 叫救护车 其实不管是什么政党 要为老百姓的福利来加油 台湾真的想变好的话 交通就必须先抓一下 你无论是在形象上多好多好 人一来就被这个交通吓到了 而且我发现交通问题 车祸问题 一个家庭的毁灭 真的是非常致命的 他毁的不是一个人 是几个家庭啊 就是多可怕 你想想一个 咱不说最近发生的 之前我有看过很多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 他就没有改善 我觉得 我自己认为没有什么改善 我观察了这几年三年吧 你们觉得有改善吗 交通问题上 这几年 好像我是觉得没有改善 虽然我不是说生活在这里多久 但是我是一直观察到的 发生的事情 就是每年都会有 你要看看 不是说谁比谁 哪里发生的多一点 少一点 是说我们大家要一起加油 把台湾变得更好 不是吗